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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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饰演褪翼杀手 为了保护身陷险境的儿子 和黑帮老大反悟成仇 金球奖影帝爱德哈里斯 诠释大反派 和连恩林逊同台演出 展现不老魅力 奥斯卡影后凯特布兰奇 在真人版仙旅奇緣 化身尖酸刻薄的坏后母 对灰姑娘百般凌悦 英国女星莉莉詹姆斯 击败众女星 揭演灰姑娘角色 片中她在魔法施展下 变身公主和王子动舞 场面唯美 充满奇幻风格 大陆女星赵薇 在电影《亲爱的宿女》上阵 饰演全仆的农村母亲 无意间收养丈夫 诱拐来的儿童 她孩子的亲生父母 掀起抢子大战 演技赚人热泪 电影号称 改编大陆真实社会案件 不过片中部分情节虚构 迎来本尊抗议名誉受损 导演陈可欣为此道歉 也为电影增强法子 这个周末还有两部 以历史建筑为主题的 纪录片上映 带观众饱览欧洲艺术精华 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拥有百年历史 2003年赤姿百亿大翻修 没想到过程 历经水患和种种挑战 耗时十年终于完工 重新展示林布兰 维梅尔等荷兰大师的 几点作品 另一项建筑奇迹 西班牙的高地圣家堂 建造132年 至今尚未完工 被封为永远盖不完的圣殿 纪录片透过空拍镜头 和珍贵史料 带观众见证高地圣家堂 突破资金短缺和战火破坏等阻碍 以繁复的建筑工法 打造世人公认的传奇教堂 中央社综合报道 当务演员赵薇素颜 试演农村妈妈 首度挑战以安徽方言演出奠定 并以这部片入围金马奖 最佳女主角 7号她和导演陈可欣 来台宣传 其实我已经养成习惯 跟我妈说 我妈我吃饭了 我有几点干嘛 我就开始用方言 开始跟她讲 然后我妈就说 哇你的方言好土 我会说我的方言为什么会土 她说方言也会进步 你讲的都是十几年前的安徽话 从来没演过的一个农民 而且就是很纠结 很难演 我就很怕就是 再一出手就失手 电影以真人真事改编 讲述人口贩子犯罪 引发了后续社会问题 不过因为电影剧情改编内容 女主长赵薇饰演农夫 为了生存跟别人睡觉 引发真人主角不满 扬言提告 导演也在记者会上 澄清道歉 所以在一个电影的 立场上 确实你无论有原型的故事 很多时候电影都虚构 那电影里面我们也写了 很多事情并没有发生 我要是对某一个个人 造成她的生活的困扰 我代表剧主 更代表我个人 对她抱歉 陈可欣强调 剧情后半段以纪录片 呈现多位家长的寻职过程 加上女主角赵薇 演出情感的错综修葛 希望唤醒大众多关注 人口贩子的议题 中央社记者景玉琦 吴依林 台北报导 每一台摄影机 法国知名小说小王子 风行全球超过半世纪 现在在台北刮起旋风 以特展的形式 和书名朋友见面 小说里小王子 有利各个星球 遇上国王 酒鬼 狐狸 各种各性种艺的角色 展览则画文字为立体场景 带观众用看的 用听的 感受小王子每一段的奇遇 展览中也展出 作者圣修伯利 上百幅的 手绘草稿和文件 从他和家人友人的书信中 都可以看到小王子 和其他书中人物的踪影 提供手稿展出的 圣修伯利基金会表示 这些手稿花了 二十年的时间收集 相当珍贵 希望以小王子作为媒介 提高大众对阅读的兴趣 小王子这本小说 1943年发表问世 多年来深受全球读者欢迎 翻译成250多种语言 多次改编成舞台剧 和电视卡通 好莱坞电影业者 近年来动画技术提升 最近也搭上小王子风潮 制作以小王子 为发响的动画长片 预计明年推出 和全球观众见面 中央设计者张志燕 王一文台北采访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 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西洋女歌手克里斯汀派瑞 到马来西亚举办演唱会 克里斯汀以简单俐落的服装 率性登场 一出场就让粉丝们尖叫不已 台下歌迷嗨翻 克里斯汀在台上又唱又跳 也拿起领骨唱了歌曲 处 新智一代 克里斯汀还望我演出《动乐歌迷》 我太抱歉我刚刚做了这 我真感激烦来回来 在河河河河河河 多少位在我们最后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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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汀开心与歌迷合唱 带动气氛 直观大马歌迷折神超赞 哇 你们唱得很漂亮 我甚至不吵架 我认为你们会赢 我们最后的节奏 毫不避讳的与绯闻对象吉他手 声情对唱 克里斯汀再度让粉丝们尖叫 这场亚洲巡回吸引近2000名歌迷红场 直到安口去撑完 再结束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演唱 中央社记者郭潮河 吉隆坡报导 首持大型百合花 配上雍容华贵的传统服饰 台湾的原住民表演团体 圆圆文化艺术团 以如凯族和排湾族传统文化为主题 结合现代打击乐籍舞蹈 在新加坡装衣大游行大放异彩 获好评 印尼度的新加坡华人农历春节盛世 装衣大游行 适逢建国50周年 获大办理庆祝活动 邀请台湾在内的13个国家和地区的 艺文团体参与游行活动 部分台湾原住民表演者 首次出国表演感觉新鲜 我这次来这地方第一次出国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又看到很多不一样国家的人 我觉得代表国家 代表台湾很荣幸 绚丽夺目的烟火照亮夜空 现场两万五千名民众 齐声合唱生日快乐歌 欢庆新国建国五十周年 中央社记者黄四强 新加坡报导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叙利亚内战爆发四周年 至今战火仍在延烧 逃到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 将近120万人 有的被安置在当地学校 甚至是地下车库里 有的则入在临时搭建的难民营里 尽管家园已毁于战火 叙利亚难民仍希望战火能停止 好让他们重返家园 也期盼国际社会能居中调停 解决叙利亚危机 更多国际消息 请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装售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宁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